今天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和大家聊聊提升榴莲幼苗期生长的重要性 包括提高根叶比促进树形的生成提升抗病虫害能力减少杂草维护成本等 我们知道地上部和地下部的生长其实存在着这样的关系 地上部的荷尔蒙会往下输送促进根系的生长 地下根间的荷尔蒙生成细胞分裂素也会往上去输送促进顶牙的生长 尽快地把树式提起来之后让根叶比达到均衡的比例整个生长才会平衡 地下部吸收的养分的能力才能够往上供应地上部的光合产物也才能够往下输送 榴莲的产量取决于我们对树形的修剪 因为榴莲是干生花树干也就是它的侧枝是它非常重要结果的组织 这些图片是没有整枝的榴莲树形 从小把树形给雕塑起来之后 日后才能够有合理的结果枝也才能够有产量 如果从小就没有修整树形的话 榴莲树有很强势的顶牙优势造成它侧枝非常的少 日后的结果枝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把苗长式给提起之后才有足够的侧枝量让我们来修剪 否则像很多老树只有光秃秃的树身不会有理想的产量 病虫害基本上都会从比较弱势的树开始侵染 尤其是幼苗或嫩叶 当苗期旺盛的时候叶片的老树化的程度比较快 虫害一般上也比较不会叮咬 因此能减少树体受到病虫害感染的风险 另一方面呢 就算是受到了逆境伤害 又承受损伤的能力能够很快地恢复 杂草的维护 尤其是在苗期对果源来说是很大的成本 当我们幼苗能够提早给建立起来之后 杂草也不容易遮盖到幼苗 减少遮挡阳光 造成光合作用不足的风险 另一方面 我们也能够减少杂草维护的成本和劳动力 有效的提苗包括土壤疏松程度 大量元素的补充 只保工作彻底的执行到位等方法 幼苗期的照顾其实算相对简单 但是就因为太简单 加上农资销售许多似是而非的概念 很容易把这些问题给复杂化 土壤的疏松程度 取决于我们在整地或翻种时 所对土壤做的一些物理性质的改变 尤其是有机制肥料的应用 我们常看到种榴莲的时候 会挖了一个很大如一立方米的坑 然后把外来土壤回田 把小苗种下去 其实在定制期 能把根圈周边长宽高30公分的 本田土均匀的混合腐熟的有机制肥料 就能保证根系的开展 挖太大的坑 根系不会及时利用到那些空间 随着时间也会夯实回原来的状态 幼苗是需要大量元素的补充 才能够有原料来制造组织 包括叶片 根 枝条 不要迷信大量元素以外的产品 对幼苗有效 化学肥料或三要素肥料 对小苗的使用是必然 单纯想透过有机的方式提苗 将牺牲的是时间 不符合商业栽培的效益 所以补充均衡的三要素 尤其是氮素对提苗的作用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一般的有机制肥料的氮素 基本上不超过5% 对提苗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绝对要分清楚 有机肥和无机肥的目的 前者在于改善土壤 化学肥或复合肥 是提供作物生长所需要的骨架的原料 幼苗的组织幼嫩 肯定是很多病虫害所喜欢的 在商业栽培的果园 植物保护的工作 不管俊药还是虫药 都要按时间彻底地执行到位 幼苗的植保工作建议是 每7到10天都彻底地执行一次 且连续三次 尤其是雨天来临之前保护剂 还有雨后的治疗剂 等到幼苗根系已经开展 能够从土壤中摄取营养 开始有体内的免疫系统之后 我们的植保的工作 就可以差不多每14到20天一次 确实执行到位是比较关键的 很多的果园 基本上都败在最基础的病虫害问题 另外 药剂的选择 也必须避免超过三个月 使用相同作用机制的 正规的农药 都会标注药剂的作用机制种类 恢复原本虚弱的术实 也是提苗生长的一环 图片很清楚地看到 在使用马来西亚大力丸之前 缺乏的大量元素 让术实十分虚弱 即使要进行结果汁修剪 也无从下手 经由施肥69天之后 夜市和结果汁开始粗壮 原主可进行部署明年的挂果准备 相信科技施肥 大量元素补充 简单粗暴 这个原主没意识到 流失率高的砂质土 补充大量元素的重要性 经由示范左右图比较施肥前后有明显的差异 夜市旺盛是生理健壮的表现特征 也证实对虫害的侵染有躯壁的效用 大面积栽肥时往往容易有人力的缺口 但这个说法并不足以用来弥补忽视了作物营养需求的缺失 更是生产效率的重大损失 使用大力丸给弱势猪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华丽转身 良好的苗期管理 能减少栽培过程的时间 合理投入大量元素和彻底地进行质保工作 能避免80%以上幼年数常见的问题 市面上常见的酵素 氨基酸 钙肥 微量元素等等 对苗期都固然重要 但是 影响组织营养生长的元素 绝对脱离不开弹磷甲 使用大力丸复合肥配合优质有机肥 幼苗期的营养管理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